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年底了 马上过年了 很多公司 很多单位跟大家说 年底咱双心吧 是吧 年终奖 让大家开开心心 过个非年 但是这两年疫情 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拿不到这个待遇 国家也是为了体谅大家 你们这帮吃瓜群众 虽然没有双心 没有年终奖 不要气馁 不要灰心 马上过年了 让你们这帮吃瓜群众 吃瓜起码能吃个够 你发现最近这个瓜是一个接一个 不仅是个个包田 而且是个个足秤 要命的是管购 你知道吧 是吧 你看这两天 一个接一个 对吧 比如说我们PC界 IT界的顶流公司 大瓜 是吧 娱乐圈的 是吧 头部的艺人大瓜 昨天直播界的女王 带货界的一姐 威亚 又是一个大瓜 我不行了 我跟你说 我这个饭量一般实在吃不下去了 小肚吃的溜圆 观想跟国家商量商量 是吧 频率不要太快 不行 年后开春 慢慢来 就容易引起 我们消化不良 开个玩笑 那么大家也知道 最近这些天 大瓜一个接一个 都是头部 都是顶流 那么咱这个视频先聊一聊谁 就是威亚 刚才说了 直播界的一姐 带货界的女王 一场直播 听说多少个亿 多少个亿的销售额 超过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 了不得啊 这位 威亚全网粉丝7000多万 7000多万这个数 做个类比 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德国 8000多万 英国还不到7000万 相当于威亚 她这个直播间的全网粉丝 超过英国全国总人口 不得了吧 的确不得了 那么威亚之前在自己 这个直播间当中 反复强调什么呢 就是我不仅提供这个东西好 我这价格全网最低 我这价格全网最低 给大家实惠 对吧 我为消费者着想 之前我听了她这个话 我还将信将疑 你知道吧 我这个东西很难衡量 很多商家都是这么吹嘘的 但是直到昨天 当我们国家相关部门 公布了威亚 偷税漏税的事实之后 我这个疑虑马上打消了 我立刻相信了威亚 当时说那个话 是实话 很简单 对吧 你2000多天 我看报道 威亚那个直播 搞了2000多天 偷税了6点几个亿 大家可以算一下 平均每一天 从这个税金上 它能省多少钱 是吧 你应该合理合法 按时所交的税 你不交 或者说你少交 那的确是比一家 是吧 如果说跟你做类比的话 人家一家 是吧 合理合法 按时缴税的正常公司 那人家的成本 的确比你高很多 在你们两家 赚取相同利润的情况下 你的产品的售价 的确是有吸引力 竞争力的 因为你成本低 对吧 那你成本低 你通过什么方式 你就是通过 从国家的国库里 偷的方式 话说起来难听 但是话操 理不操 这就是偷 税是什么东西 大家经常说 我们国家是基建狂魔 为什么是基建狂魔 除了我们工人师傅 工程师 能力强之外 最重要是什么 国家有钱 有钱好办事 修高速 修高铁 盖机场 建航母 是吧 航空站 太空站上天了 是吧 隐形战机 是非了 哪个不需要钱 哪个都是大钱 对不对 任何科研项目 搞疫苗 那不需要国家投资吗 国家投资哪来钱 就是税 因此交税 是在商业经济社会下 你作为一个商人 应尽职责 对吧 我们个人都要交个人所得税 对吧 你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 这是你必须要负担的责任 它就等同于 你作为一个商人 对社会提供价格合理 质量过硬的产品 一样重要 一样重要 我再举个例子 当你向全网公布 我的价格最低的时候 就类似于像什么 就是我左手从别人口袋里偷钱 我右手在做慈善 资助那帮穷人 对外我是一个慈善家 但其实我这个钱来路 是不明的 或者说来路 不是光明正大的 可以这样讲 所以你看今天 魏亚很多之前的荣誉称号都被剥夺了 什么网络慈善大使 什么形象代言人 他不配这些称号 我知道很多是魏亚的粉丝 但是你们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 这叫什么 这叫人设的崩塌 在商业社会当中 他作为一个商人 他没有旅行 作为一个商人 应尽的最最基本的责任 就像 娱乐界前两天 是吧 王力宏那事一样 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他为什么能够经常给大家承诺 最低价的事 我本人是出身于实业 也就是制造业 我们是几乎是最下游 除了那些原材料供应商以外 我们就基本上是最下游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产品 可以放在威亚直播间卖的话 我相信威亚也会像对待很多企业那样 就是他来帮我们定价 什么意思 大家有没有看前一段有一个新闻 也挺火的 就是欧莱雅想跟威亚合作 对吧 你是直播间的女王 对不对 你有流量 但是威亚非常霸气的跟欧莱雅说 你的产品的价格我来定 当时我看这个新闻之后 我说这话可能有点马后炮 当时我就觉得 威亚要出事 为什么 我觉得 7000多万的粉丝 包括他的这种过亿的流量 庞大的销售额 已经把整个威亚和威亚的团队冲昏了头脑了 你已经完全搞不懂商业社会最基本的运转逻辑了 我再拿他做一个类比 比如说 威亚是一个线上的渠道商 对吧 他是个渠道商 他左手拿商家的产品 右手卖给消费者 对吧 他是个渠道商 等于是 过路财神 我据个什么例子 就是线下 有一个跟他有点类似的 这么一个公司 叫谁呢 叫沃尔玛 当然了 不单单是沃尔玛 有加勒福 是吧 也有Costco 也有像Home Depot 这种大型的连锁超市 大家知道 在西方很多国家 不像咱国家 是吧 有很多什么 什么什么小卖部 市多店 没有 如果你去过美国的话 你会发现 所有的流通行 流通领域都被这些大的 这些 这些叫什么 这个连锁店所垄断 你想卖东西 你就要跟他打交道 你放不进他的卖场 你这东西就卖不出去 就这么简单 我们还是拿沃尔玛 做举例子 沃尔玛也是 你发现没有 他也是左手 从制造商那边 他本身不生产产品 本身 他不生产产品 他从制造商那里 拿东西 放到自己的店里 然后吸引消费者 在他这消费 他从中通过一些 其他的一些商业合作模式 来赚取他的利润 他跟威亚 或者说这种线下的渠道商 跟线上的 这些直播带货主 有个很大区别在哪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你发现威亚他们 比如说这次直播三个小时 比如说我们卖一百件产品 今天卖了一百件 明天又三个小时 又卖一百件 他的重复的几率比较低 就是他不断的换产品 因为他要吸引消费者 不断有新品的加入 这造成了一个很大问题 什么呢 就是一旦出现了问题 该找谁 消费者 所以你会发现 关于这些直播主带货 客户投诉 就是客诉的问题 是一个顽疾解决不了 因为他就是为了流量 他就是为了流量 但是你像沃尔玛就不一样 沃尔玛再大的商场 它的固定的货架 在短时间之内 它不可能频繁更换 如果说有客户投诉的时候 它是可以代替消费者 去找商家去解决问题的 或者说他直接解决问题 也是可以的 它相对来说 解决客户投诉问题 比较靠谱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再说 比如说卖吃的 对吧 我们也看到威亚的 我看过有一次威亚的专访 他让大家去看他的 叫什么展厅 分了好多 分了好多区域 比如这是全是放小吃 这是放女生的服装 这是放化妆品 很大 是吧 很大 非常气派 但你发现 他们卖吃的东西的时候 有些卖小吃的时候 在对着镜头 打开一包 是吧 辣条也好 不管什么 然后薯片也好 他跟大家说 一边吃一边说 哎呀 这好吃 是吧 打开一个 这好吃 反正能上到他这个桌子的 都是好吃的 我就想请问一下 你发现沃尔玛 包括这些大的线下渠道商 卖东西的时候 这些吃的东西的时候 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 向你推销吗 肯定不是 为什么 吃东西是个很主观的 一个感觉 你觉得好吃 我不一定觉得好吃 是吧 酸甜 叫什么 这个 叫什么 酸甜 苦 辣 咸 是吧 五味 天南海北 是吧 有人喜欢吃辣的 有人喜欢吃麻的 有人喜欢吃清淡的 你不能通过一个主播在直播间 是吧 他尝了两口 而且仅仅是只吃两口 他没有时间多吃 来告诉你 这个东西有多好吃 你就买单 这个是不客观的 没有这样卖东西的 是吃的又不是你 对吧 那有人说 我买了不好吃怎么买 不好吃 你只能丢掉了 对吧 你那晚上能退吗 退不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东西 它吃进去 味道是一回事 另外 你但凡是食品 它是有卫生要求的 对吧 配料 你符合什么标准 对吧 你有什么认证 这些东西你发现 直播主在 在镜头面前几乎从来不说 为什么 他不懂 为什么他不懂 不是他不懂 是他整个后面的团队都不懂 但是沃尔玛这种大型的线下连锁超市集团 他在运作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运作的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什么 就是宴场 神场 我们太熟了 我们就跟沃尔玛合作 我们就跟Home Depot的合作 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直接放到他的货架去卖的 他给予我们他的标准 比如说他要求你这个工厂 规模 对吧 各种证书 他要派真人 比如说两个也好 三个也好 五个也好 他有团队专门去验你的厂 甚至于针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供应商 他是要铸厂的 比如说你有没有ISO 去美国有UL 是吧 CE Rose Rich 各种各样的标准 他要看的 一个证书 一个证书要翻的 是吧 关于比如说还有一些社会责任的报告 你有没有 劳动保护 你有没有注意 你生产食品 你的配料 是不是经过严格的卫生检疫 也是有证书的 而且是定期检查 大家记住 是定期检查 每一年都要来人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所有的直播主 咱不说威亚 威亚只是一个头部 对吧 我们拿他举个例子 不是针对他 有哪一个直播主 包括他背后的团队 能够做到这么专业 甚至于包括出货 对吧 打包 交期 大家知道交期 交货的期限 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规定 怎么惩罚 怎么罚款 这是一整套流程 就等于说 你从沃尔玛买东西的时候 他是帮你把关的 因为你消费者 你是没有能力 去到任何一家工厂 是吧 你去验厂 你去看他的生产姿势 是吧 你去看他的工艺 你没有这个能力 他来帮你把关 我想请问 直播主 你把了什么关 是吧 我只是说举了个例子 说吃这个东西 举个例子 任何产品都是这样 口红 对着镜头 一抹 好不好看 好看 好看 你赶紧买吧 口红是这么简单吗 不需要考虑他的卫生吗 不需要考虑他的那种 健康的那些问题吗 对吧 也可能是我这人 可能比较老派的吧 我可能跟不上 人家时代的潮流 总之 我总觉得 你既然已经有了 这么大的销售额 这么大的粉丝量的情况下 你就不是那些单独的商家了 对吧 那淘宝店 是吧 天猫店 你跟他们还不一样了 你就像类似于一个 线上无尔码似的 你怎么样帮消费者 去把关这些企业 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 进货的标准 我曾经看过 对吧 我跟你说了 上次他带着记者 去看他展厅 看到他仓库 他是怎么验货的 很简单 跟商家谈好 是吧 跟工厂谈好 你寄样品吧 对吧 一箱子一箱子往这寄 快递发过来 打开 要衣服就试一下 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材质 看一下是不是纯棉的 我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方式测 就光看 手摸 照镜的看 是吧 转一圈 大家给个评价 是吧 你说这好不好卖 这个晚上好不好卖 他没有任何科学的检测 诸位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任何一件衣服 你去服装厂 你去查他的证书 他如果是个正规服装厂的话 他会有一大堆证书 摆在桌子上 这需要专业人员去验的 不是穿上 是吧 你这个颜料 符不符合健康标准 会不会掉色 会不会对你的皮肤产生过敏 你像我刚不是说了吗 直播主 三个小时 他可能卖一百样不同的产品 明天三个小时 又换了一百样不同的产品 就他那几个人 威亚算大公司了 威亚听说有五六百人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的 体量的公司 已经在直播 主播带货界 已经算是顶级大的公司了 他也没有人手搭配 我跟你说 今天一百样产品 明天一百样产品 一百样产品 没准就对应着一百个商家 说不准 一个商家提供一个产品 对不对 你哪有那个精力 你也没有这个人力 你也没有这个实力 你也没有这个水平 你怎么去验证 所以当时我为什么 直到现在 我都不从直播间买东西 就在这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太不靠谱了 对吧 太不靠谱了 最后 你从不管你哪个平台的流量 其实都是平台在扶持你 在培养你 就像是 其实我拿威亚跟乌尔玛举例的 有点不恰当 威亚更像是一个 在乌尔玛这个大卖场当中 乌尔玛为了扶持他 支持他 把他放在了一个 人流量最好的一个地方 他成立了自己的一个专柜 他应该是这样比喻 可能更恰当 但是你知道 你是在乌尔玛的扶持之下 你起来的 对吧 你成长起来的 没有乌尔玛 没有阿里 没有天猫 没有京东 没有微博 没有抖音 没有西瓜 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但是你发现这些大的主播 成长出来之后 开始干嘛呢 一个是开始跟商家谈 你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价格不能 是吧 不能高于多少多少 是吧 我要最低价 把商家逼得没有利润 另外一个跟平台谈 是吧 哎呦 这个感觉就是 打着为消费者争取权益的旗号 拼命的打压工厂 然后呢 反噬平台 拿流量来要解平台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飘了 太飘了 我只能这样说 对吧 当然也有像乌尔玛这种 对吧 这种全球第一 大型的连锁超市 曾经有一度乌尔玛的品牌 也是全球第一 它是有这个能力 它也是有这个实力 去跟很多工厂去谈价格的 这是事实 但是我说了 它所付出的成本 也是相当高昂的 它替消费者 的确是在严格的把关 但是 我们很多的直播带货主 你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比如说卖橘子吧 很简单 对吧 我举个例子 卖橘子 好不好吃 好吃 对吧 酸酸甜甜的 挺好吃 赶紧买吧 是吧 多汁 多水 是吧 你这玩意儿 如果说想进沃尔玛的话 举个例子 它可不是靠 几个品质人员 几个宴厂人员 坐那开始吃橘子 是吧 他觉得好吃 这个东西就可以放沃尔玛卖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绝无可能的 你的伤 你的农药残留 对不对 你的化肥的 施加的程度 这方面我不专业 我只是瞎说 测试报告全部拿出来 你这些直播主懂吗 我就是有测试报告 我让你看 你懂吗 对不对 我大于多少多少多少 小于什么什么密度 你懂吗 我给你展示出来这东西 你懂吗 我还是那句话 什么叫合格 什么叫不合格 你能说出个四五六吗 你说不出来 所以我就说 作为直播带货 小打小闹 无上大雅 但是一旦进入到了 这个叫什么 天亮的 难以衡量的 难以想象的这些数量级的流量的时候 他这个问题就会凸显 再加上他偷税漏税这个事 那更是难以容忍了 对吗 最后呢 搞不好成为直播寡头了 是吧 下边压商家 压了一定程度之后 是吧 他把所有的流量 拢到自己的怀里 甚至于跟很多商家可以谈 对不对 我这专卖 我专卖 你不在我这个平台卖 你出去卖 我不认你 或者说我在我这个平台 可以找你的竞争对手来打你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商家来讲 对于工厂来讲 那是很要命的 那是很要命的 我做一个工厂老板的话 我估计我是不会像这样的 跟这样的主播直播主合作的 受不了 亏着本做买卖 有些人说 你亏着本还能达到一个 什么做广告的一个效果 那两回事 那都是两回事 不是一个含义 所以魏亚今天 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我只能说是自作自受 但是针对于直播带货界的乱象 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是有责任的 偷税漏税是应该他自己负责 但是你能让直播界的带货界的 疯狂成长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是应该加以控制和管理了 否则将来一定会一个一个全爆雷 不是在这爆就是在那爆 你到时候你不信试试 到时候你客户投诉这个问题 你都解决不了 所以我最后想跟大家介绍 或者说想跟大家建议的就是 直播间买东西 我没意见 我也没有权利阻止大家 我希望大家能够擦亮双眼 没那么简单 自己想明白 哇